珠穆朗玛峰 在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上, 耸立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它海拔八千八百四十四点四三米。 珠穆朗玛峰是一座冰峰, 山势雄伟挺拔,风光十分迷人。 太阳出来的时候,风顶洁白纯净, 荧光闪闪,格外夺目。 刮风下雪的时候,风顶飘动着层层云雾, 使人感到神秘莫测。 一天之内,它气象万千,变幻无穷, 美丽而又神奇。 珠穆朗玛峰有个动人的传说。 相传,在中国的西藏, 有一个美丽的女神, 名叫珠穆朗玛。 她既聪明又温和, 还乐于助人, 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一天,她骑马来到这座高高的雪峰下, 美丽而又神奇的雪峰把她吸引住了, 她就在这里住了下来。 不久, 这个消息在藏族同胞中间传开了。 人们不仅喜欢珠穆朗玛, 而且向往她居住的地方, 于是纷纷从各地搬到珠穆朗玛居住的雪峰下, 修寺庙, 建房屋, 种粮食, 放牛羊, 在这里建设幸福的家园。 同此, 这座高高的山峰就被称作珠穆朗玛峰。 美丽的传说表达了藏族同胞对西藏大好河山的热爱。 雄伟壮丽的珠穆朗玛峰吸引着世界各国无数的探险家和登山队员。 人们把登上珠峰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象征。 自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 很多国家派人来这里探险、登山。 一九五三年, 人们首次从南坡登上珠峰, 翻开了世界登山史新的一页。 一九六零年, 中国登山运动员又成功地从北坡登上了峰顶, 结束了无人从北坡登上。